姚伯雅议员开直播 他揭露徐晓星 过往全身形透都是名牌 他说他这个穿搭 他说不知道品项是否为真 只能说同款或机四 包括衣服 手表 鞋子在内 其中一套加起来还15万 超过台北市议员一整个月的薪水 不吃不喝才能够买得起 包括都是一些名牌上衣 连身裙 还有什么珠宝 带导力士手表等等 被指控全身上下都是名牌的徐晓星 今天当众戳外套 他晒标签说这个是 好不好 我标签请大家看 衣服是unicron 他说要我把裤子也脱下来给大家看吗 还有我的内裤也是unicron的 内衣是S牌有需要吗 不过针对那套什么 连身裙是LV的10万块部分 其实来看到是余美人送他的 而且余美人直接说了 他说他迈许晓星 他说晓星早 我当初送你的衣服不是LV的 只是节目穿过的旧衣 承蒙你不嫌弃 当时我们都很开心 想不到时隔多时之后 竟然会造成你的困扰 真是始料未及 如果有需要我帮忙出面做澄清 我是愿意的 好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 其实有几个层次了 但我先讲一个我最直观的就是 阿苗居然打这个 我实在对阿苗太失望了 很怪很怪欸 但我也就想说他是要把川名牌 这件事情去隐晦的去连结到 跟诈骗有关啊 诈骗的不乏所得这一块吗 这些钱是不是你用的钱都是来路不明 是不是要打这种连结 联想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疯狂啦 我一样同样对阿苗 其实是有一点失望的 因为至少大家看到他 比较近期的表现就是 他在对那个统生 的确是还蛮有逻辑 讲出他自己的一套论述的 然后说服统生 但我觉得他今天打这个 我真的觉得很反智欸 而且真的是把大家当笨蛋 然后其他比较难听的字 我就真的不讲了 首先这个衣服 还打错品牌就算了 很显然真的 你就好好当市议员 当个法律专才的市议员就好 你不要当时尚博主 因为你真的看不懂 因为事实上他就不是什么名牌 然后再来打这个东西 你难道你的意思是要说 穷人就该有穷人的样子吗 你的薪水低就应该要买 只能买得起便宜的衣服 是这样子吗 那我觉得这种东西 你打到底是想要 意涵什么 难道在你民进党执政底下 人人都要缩衣结石吗 这才是现在我们应该有的样子吗 不是嘛 小心他不管是当市议员 又或者当立委 还有包含他的老公 事实上他们两个人都是 十万块以上的薪水啦 而且他们又没有子女要养欸 其实两夫妻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可能买好一点的东西 靠赏自己 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事实上 根本也没有像苗博呀 讲的说什么上万块呀等等 就他首先他的指控就不对了嘛 再来他指控的逻辑也不对 今天我觉得 我在我能力负担的这个状况之内 我买好一点的 我觉得OK 这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你打我这个难道是说 我今天当个市议员 我都要很穷的样子吗 我裤子要穿破的 我鞋子一定要穿开口笑的吗 是这样子吗 不是嘛 那你穿开口笑的 你的服务就会比较好吗 也不是嘛 所以我今天完全 这是摸不透 他打这个逻辑是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其实也很双标 因为已经开始在乱打了 已经没有招了 所以他开始在乱打 包含连衣服什么都拿出来打 黄杰也是 黄杰已经开始打到说什么 你们全家是诈骗世家 我先问一句 黄杰要不要告啊 24小时的通告也到了 对啊 他还没有告 他还没有告 所以我不懂 他到底是觉得告不赢呢 还是摸鼻子就算了 有可能 因为他可能也觉得告不赢啦 因为巧欣 事实上 第一巧欣 他的律师也是真的蛮厉害的 那我觉得不管黄杰要不要告 我都尊重他 但是我要讲的是一个 民进党全部都是双标 还有包含黄杰 黄杰 他今天还是在 踩在别人的伤痛上面 再去评论这件事情 我先说 大家有没有感觉 民进党执政这几年来 是诈骗案飙升飙增 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非常可恶 台湾已经沦为一个诈骗之导了 那这一些包括黄杰 包含吴思瑶 包含你民进党所有的党公职 你不去解决诈骗的问题 然后你来解决这个同样 他是诈骗受害者的许巧欣 那请问你目的为何 只有一个啊 那就是政治包袱 就是政治攻击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黄杰如果要以同样的逻辑来看的话 他妈妈之前被质疑什么 被质疑卖大陆的茶 我不觉得卖大陆茶有什么问题 事实上是因为黄杰他双标嘛 所以大家才会质疑他有问题 好我这个就不讲 另外还有一个 他妈妈也曾经被报导出来什么 也卖了一个是卫福部认证 有争议的产品 因为那个产品事实上就是广告不实 他标榜说什么可以紧致啊 然后插了什么精神啊 什么脾气啊都会变好等等的 然后这个组织也被大家称为是老鼠会 所以如果是按照黄杰的组织 难道我们要去质疑这是老鼠杰吗 大陆杰或碰轰杰吗 也不是嘛 所以如果你都要按照这种双标 骂来骂去其实没完没了 如果民进党今天可以用十分之一 攻击这个在野党的力量 好好去解决诈骗的问题 我想今天台湾可以找一步脱离诈骗之岛 整个发展其实我觉得非常荒谬 到今天为止居然已经是 打到许巧新的穿搭了 那其实在几天前的时候 这个立文委员有上我们节目 那时候是还是扯说许巧新的大姑 因为他们设计前被收押了 那时候我还记得立文姐就觉得说 这很low耶 这有如果跟许巧新没有事案 没有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可是你今天发展成这个样子 你应该也始料未及的 但是我要讲的是 就算是乱打 会不会乱打也有用 我这么说 中间选民就好了 会不会很多中间选民 他其实就看看标题 看看新闻片段 然后你等于是 你很容易就被写印象 许巧新就被写形象了 那这时候让我们联想到 比如说像是在中二补选的时候 当时民党打 颜加 洗颜宽衡 就是这样洗过去啊 硬洗的 有用吗 还是说在许巧新这一局会翻 会翻车 我觉得是不一样啦 因为毕竟那时候 颜加参选的是全台湾 唯一的一个补选 并不是全台湾的选举一起选 那所以呢 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他们家身上 然后再加上之前的那个陈柏维 他被罢免掉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嘛 那接下来就看颜加 也就是这个颜宽衡 有没有办法有王子复仇记 那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讲 他们绝对不可以输 所以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关注度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颜加也过去的确有一些争议性的过去啊 所以呢大家对于颜加 有很深的一个刻板性的印象 所以颜宽衡呢 当时被打的那个事情呢 其实真的也是被民进党 无端的渲染跟无限上纲 但是我觉得 因为之前的累积的刻板印象 对他们来讲 的确也是非常的不利啦 那跟徐晓星这个事情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是 哇他今天就算他穿了名牌也好 怎么样怎么了 犯了哪一条法 如果不偷不抢呢 用自己的钱买的呢 然后他这个 对啊他这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直让我觉得 他们可以无聊到这种地步啊 就是没有东西可以 就是他想要刷存在感嘛 我觉得这些人就是想要刷存在感 我只能感觉到就是说 他已经没有招了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然后只好这样子恶搞 像刚刚启胜不是提到了 像什么王毅川啊 这种现在的二宝 现在的这个二丑 你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台湾人还有人要买账啊 讲这么低能的话 有哦 这种对 是 但是我觉得买账的人 就是固定那些人啊 就是说永远就是那一些 反正呢 你胡说八道 你讲了完全违反常识的话 只要是骂蓝的 只要是骂国民党的 他都相信 你讲了再怎么离谱 再怎么不合逻辑 不合常识 只要是挺绿的 他也都买单 那就只有这种人 那你怎么办呢 那我觉得他们这些人 都把自己像苗柏雅 他现在到底是 他也不是 他连民进党的党员都还不是 不是 那一个 就是说你做政治要沦落到 只找这些人取暖 我并不认为 不要说中间选民 中间选民 中间选民根本 不会去看这些新闻 中间选民 只无非是很重大的政治新闻 他会引起他的注意 否则平常大部分人 其实不会这么关心 这些政治上面的很多的工房 细节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 在自己的那个同温层里头 或者他忙他自己的生活 他的工作 我觉得不会对 不会 不会对许小新造成任何的影响 我觉得他就是这一群人 他已经没有无招可施了 然后他呢也没有办法再去吸引新的选民 然后他只能用这一招 你想想看 当民进党人都用这一招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支持者 他的政治的基本盘 是会严重萎缩的 我们说的那样的人 不分青红皂白 违反常事 违反是非 一昧恶挺的这样的人 他本来就有限 而且这样子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逐渐的凋零啊 那你新的年轻人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只会引起人家的恶感 这苗博瑶 现在就可以宣布了 他在台北市 永远不可能悬上立委 这款追准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科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科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每日科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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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点够下单 太阳新全校科菲尔益生菌